说起这十一壶醋鱼 那是杭州的传统名菜 说起这道菜 里边有诀窍 当然这地方不能随便来 我只知道其中一点诀窍 什么诀窍 把鱼打出水面之后 饿三天 饿三天 这三天之内的鱼 把里边的脏东西都排泄出去了 然后再上罩 做出来一吃螃蟹味 说起来简单 说起来难 现在叫西湖属于过去不是 这道鱼原名叫书嫂传真 怎么个书嫂传真呢 古诗儿 在西湖啊 有这么个宋氏兄弟 哥儿两个 满手的金轮 不愿党馆 以大鱼为生 给老大娶了个媳妇 堪称是绝败家人 那小日子过得挺红磨的 哪知道 有一个恶霸 到这西湖啊 油门偶然间 发现了这宋嫂 哎哟 哪见过这么美丽的 简直是仙女驾凡啊 吹进三尺 当时就走不动道 马上吩咐家人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这么慢 没过几天 这宋兄啊 不知为什么 在西湖里边啊 被人给勒死了 谁勒死他 兄弟不知道 这嫂嫂 心里有数 他记得那天 有一恶霸到这游玩 跟他眉了眼去 动手动脚的 另一群家人打手 马上就想到了 就是那恶霸 可这嫂子明白 惹不起人家 赶紧吩咐弟弟 赶紧逃走 不然呢 那恶霸转会派人 斩草出根 临走的时会儿啊 嫂嫂给做好了饭餐 亲手又给做了一道鱼 就是所谓那西湖醋鱼 当时不叫这鸣 这鱼一上来 这兄弟就纳闷了 嫂嫂 今天这是为何 兄弟 你赶快远走高飞 那个怕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嫂子说的呀 给上了一道菜 就是这西湖醋鱼 原名不叫西湖醋鱼 可是兄弟吃的这鱼啊 吃的挺纳闷 嫂嫂 今天这一做的和往常不一样 吃的有甜 有酸 不知嫂嫂 吃一种之奥妙 兄弟 嫂子是希望你将来 为你哥哥报仇 不管找到天涯寒角 不能忘了嫂子的辛酸苦辣 过得再好的生活 生活得再甜蜜 也不能忘了穷肉 明白吗 兄弟 少不少放心 兄弟 牢记少少的教诲 吃完这道鱼 嫂子送这小桌子 走了 哪知道这兄弟可真正体 没到别处去 进京干嘛 赶跑 买富的金融流着干什么 想为哥哥报仇 仇无夫妻之力 怎么办 只有当官 才能除掉这个骂 他一路小行耶稣 来到京城 一下子就中了状元 依情还乡 可了不得 回到这地方 找他这个骂 马上打入死牢 再找这嫂子啊 终地接吾 你里边才说呀 这是逃走了 不知其下 还有的人说 仇服自杀了 哎呦兄弟好难过 我以为哥哥报了仇 这不见少少 有夫从俗 无处从凶 哥哥不在 嫂子为母啊 老嫂为母吗 不行 我就找嫂子 哪找的 没找到 话说一年过去了 而且他整天闷闷不乐 觉得家里一个亲人 没有的这官当当没啥意思 想辞去官职 你打鱼为生 还打鱼去吧 老行业 这天呢 就在这不高兴的时候 有人告诉到了 说是原来你走之后啊 你的嫂子到县衙去告状 人员为哥哥宣冤 哪知道啊 那都一个笔孔出息 当官的需要钱 有些人需要当官的撑腰 又一个笔孔出息 所以这县衙啊 一顿乱棒 把你嫂子给打出去了 打那以后 下落就不明了 哦 原来如此大胆的 谁有此理 这宋弟啊 马上 把那县衙这个叫来了 一定论吧 打了个半死 打入酒楼 会能再问那县衙 县衙也不知道 他找到哪去 打这儿以后 宋弟闷闷不乐 这间他的从窗好友 寻他复远 这好友啊 那也是有才人 原来到家里分冰煮落作 韭菜都准备齐了 忽然 又有香味扑鼻 酸辣巴结 下的巴结 上来一看 原来是一道鱼 哎呀这道鱼做的 跟着火的似的 喝 那链声是刮掉了 还好 好像没刮一样 一道一道的印啊 手工做得好 看不出吃好喝的 吃的刮没刮 尤其那味儿 你说蒙来行 哎呀这道菜类 那不是我嫂子做的吗 哎呦他才一着急 也刮了什么底筋了 拿起筷子 呗呗呗 尝尝头 是我嫂子做的味道 没错 哎呀 怎么在这能吃到这道菜 赶忙问的员外 不知这道菜 出自何人知识 大人 是我家大厨 很好请大厨一见 可以可以 谁说的大厨 在里边出来了 一楼呀 可了 这送的一个 哎呀 这不过叫嫂嫂 这甘狼 跪刀 磕头 这嫂子哪怕上前 出去来 没想到 初嫂二人 再起了相遇 兄弟打仗以后啊 心满意足 伟哥哥抱着仇 也找到了嫂嫂 老嫂逼母 请回家里 自己呀 又拾去了 观察 重新 抄起就业 到西湖 打鱼 微生 后来这人呢 为了纪念了 梳草 反抗恶势地 把这道菜 请人叫 梳草 纯真 直到现在 古今中外 一切游人呢 都喜欢吃这道菜 又把他改名叫 西湖 促鱼 山外青山 楼外温 今天呢 咱们就来到了 西湖边上这座 因西湖促鱼 而著名的 楼外温 这是主料 西湖盛产的 炒鱼 这料非常简单 只有姜末 西湖促鱼这道菜呢 这个改刀方式 非常有趣 就是七刀半 的改刀方式 那么大家看到 这是第一刀 刀身到五分之四处 然后将它剔开 这是第二刀 当然了 这是去腮和去刺 这不能算在改刀之内的 所以这是半刀 这已经是第三刀了 观众朋友们 再告诉你们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 就是几乎 醋鱼这的改刀呢 只改半样 是不是挺有意思呢 这是第六刀 这是第七刀 好了 改刀已经完毕了 改好刀的鱼呢 咱们将它放到 汽水当中 给它煮熟 中国菜呢 中国菜呢 向来就讲究 色 香 味 形的统一 下面呢 吴师傅将把它的鱼鳍 给它立起来 立起来的鱼鳍呢 在改好之后呢 能展示出一种 好像要飞翔的一样 展示出 勃勃向上的生机 或许这也表现出了 创造者的生活态度 那么用水煮呢 也体现了 这菜当中的 这样一种鲜蛋的特别 爱吃鱼的朋友们呢 一定都知道 用水煮会使鱼 捉一些鲜味 或者也就是 所说的鲜味 这是世俗 要给鱼做老了 再打上一些姜末 第一道工序呢 马上是要做好了 再放一些料酒 这个也是酱油 好了 第一道工序做好之后 咱们得炒到盘中 像我们做的一道呢 又是一道非常重要的 工序叫做薄汁 先加一些糖 再放上点醋 酸酸甜甜的 正像宋宝说的那样 这人们无论如何呢 都不会忘了 生活的酸甜甜辣 后来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着 去年生活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这道菜呢 知识之中都没有放一滴的油 毕竟呢 在做菜的过程当中 放糖呢 会有些甜 那么真是十分的具备 这菜的特别 不过不要担心呢 很多北方朋友呢 到过食物家上 吃过这道菜以后呢 都是算是别口 那么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 到西湖去一趟的话 一定别忘了到楼外楼 去尝一下这道菜 摆好的盆中呢 即将拿给大家品尝了 然而要是这样啊 胡诗子是绝对 必须让它跟大雅去尝了 原因所在乱呢 对了 就差点筋了 记得做鱼也要点筋啊 酸甜食鱼 吃美滑嫩 进行品尝 鸡福 醋鱼 看到 大雅 诶 一 快 下 一 vel